或者向右卷洞 它都會把你的列跟你的藍停在這個位置 無論往下卷也不會跑掉 這個地方的話是利用那個凍結窗格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這個目的 取消的話一樣 你油不要放這邊 然後把這個凍結窗格取消凍結窗格就好了 它就恢復了 不過我建議這個地方可以用 一個小訣竅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個你要凍結的十字的右下這個 油不要記得放這個位置 你不要放別的位置 不然它到時候會捲動的時候 會跑別的位置去 然後這邊的話凍結一下 OK就完成了 這個是用Fv的部分完成 可是我將來如果說 我希望剛剛的公式跟剛剛的這個函數 我都能夠把它放在VBA裡面 幫我一次就完成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首先當然清除掉 這個計算按下去的時候 當然我這邊輸入各十百千萬 十萬按確定 它會動態的幫我輸出 不過這個動態輸出的動作 基本上也是跑一個 For i 等於第四到最後一列 For j 的話是第二列 一直到最右邊一欄 有沒有把這個範圍先確定下來 那再來我要做什麼呢 在Sales ij裡面輸出什麼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動態的怎麼樣 丟到那個裡面去 可是這個地方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動態丟的話呢 因為列不會有問題 這個列你可以往下 可是這個藍它應該變b變c變d 這時候就有問題了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用字串丟過去 那列它可以更改 有沒有把這個改成i不就好 有沒有前面我們不是有把這個 是改成i 它會按照這個值 自動幫你去給這個地方的列號 可是呢 如果是藍就會出問題 這個藍 它因為它不是數字 所以它沒有辦法說 再加1 b再加1 變成b 不對 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出現問題 也就是說呢 如果單單只有列 之前的方法OK 可是喔 如果又有藍 又有列的話 這個地方 就需要做一點點改變 那這個改變的話 特別注意喔 以後喔 就不能夠直接把公式丟進去 當然也還是可以啦 只是複雜度會比較高 但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要稍微做調整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以後喔 如果 固定的位置 我會用那個range來代替 那如果是我今天喔 有鎖一邊的話 我 會用sales來代替 那些公式 一樣可以把公式丟到 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不過呢 難度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將來 各位不用擔心啦 反正喔 暫時 一下子 沒辦法完全聽懂 沒關係 你將來喔 你將來喔 可以拿來當範本 套用 大概就知道邏輯了 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 你要先掌握這個公式 那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就是 欸如何把這個公式 轉變成為 我輸出的那個 那個那個公式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一下喔 好